剛好初面講到什麼 會發生比較奇怪怪的事 對 因為它這個地方的格局就比較像巨陰 真的假的 有感覺嗎 有感覺 有阿飄嗎 我最近是 我最近 也不算最近 就是大概三個月了 就是因為我一直都會問 就是社區裡面的大家說 我樓上有沒有住人 他們說有賣掉 有賣出去 然後 可是它是台商 它那部分不太好 他沒有住在這 對 可是我就是 因為晚上回來 我有時候就是會想說 10點多11點多回來 我就會先坐在客廳 看個電視 看個電視休息一下 我再去做洗澡 睡覺睡覺的動作的時候 就覺得奇怪 樓上怎麼會有人拖椅子的聲音 拖椅子 就是可能我們拉椅子 就是乖這樣的聲音 然後不然就空一聲 就是這種聲音 房間也會聽到 我就覺得莫名其妙說 那就是他回來了 台商怎麼會不見 可是我晚上11點的時候回來 就是我們家樓上是暗的 那我怎麼樣可以讓這裡的時場 不要那麼硬 因為你這樣講我也會覺得 因為廚房家裡真的越來越暗 因為其實應該說他們家的聚音 是因為他們進來 一般我們好的風水 好的家庭 也進來是要感覺到溫暖的 對 縱使你沒有開什麼暖氣 它進來就會感覺到溫暖 這就是好的時尚 可是他們家進來 剛剛地板也很扁 然後外面 對 外面也冷 然後裡面其實也沒有比較溫暖 對 所以這個時候你的房子就會 真的陰氣會稍微重一點 那是不是要放一些鹽燉 讓它暖一點 每個角落都放 有啊 放鹽燈啊 它就是這個好像會不會太小 有一點 會不會太小了 它有多大 你看它的鹽燈 都還有那種流湯的結像 流湯 就是這個好像都是 這個鹽燈要一直開著不能關嗎 沒有關啊 因為那是媽媽送的 這媽媽真的太濕了 對 媽媽看了就說 你那邊要放鹽燈喔 送你一台的 我說喔 好啊也可以啊 可不可以再跟媽媽講 送大一個 大一點 可不可以再跟媽媽講 就是再送一台廚師機 廚師機是一定要用的 對啊 可能廚師就會比較保暖 對 所以像這個問題 是現實環境的問題 不過我們進來去看它的廚房跟後陽台 你說後陽台很寬闊 對 還有一點 沒有 都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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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一下 對 來看一下 若前陽台外的視野受限 相反的後陽台視野卻一望無際 會造成房子格局陰寒 不僅容易影響男性事業 以及女性健康 也恐有招音的可能 最好在玄關處擺放佛像化解喔 上面怎麼開都有送耶 對耶 旁邊是別人的那個地 怪不得有屎味 有喔 好濃的屎味喔 是 這沒辦法用菜啊 天然肥 對 重要 這個可以做齁 其實它這個廚房台 其實都沒有任何建築物把它擋住 對 只有在那個地方呢 剛好呢 就是空地太多 變成這個風呢 沒辦法長風聚氣 然後風一吹過來的時候 你看這邊的風都比前面的大 對 所以那五十五顆呢 變濕氣啊 或是風煞的問題都會有 喔 那還有呢 就是它前方這兩棟樓有沒有 對 形成了一個天斬煞 直接呢 這個角度有沒有 那個縫隙 直接掉到它的後陽臺 對 那這樣有什麼影響 就對他們的身體健康 就是不可怕 嗯 對啊 因為就是姐姐過年後要去排檔 姐姐怎麼了 開始到 就那個女生子宮肌有 喔 子宮肌有多大 1到12公分 那真的太大囉 對 所以才不太好 對 那有說子宮肌有 有時候你如果 三四公分 對 的醫生說沒有關係 可以先排 排到這樣子 對 小的的話就是 大概比較近 對 可是大了 因為它太大 十一到十二公分 所以 也不太能脫了啦 所以它是搬進來之後才發現 它有 這個子宮肌有嗎 嗯 其實之前有 就有發現 但是沒有這麼大 那就是幾公分這樣子 然後就是搬 搬進來沒多久 就是瞬間 哇 我就覺得奇怪你肚子怎麼越來越大 我瞬間吃很好嗎 就是 就是 那時候你以為是宿便對不對 對 可能就是放廁所不順啊 或是什麼的 只是沒有想太多 那我說你要不要去做個檢查之類的 然後後來檢查出來 醫生就說 欸 欸 你那好像是子宮肌有 你要不要 就是做更深入的做檢查這樣子 然後就去檢查之後 就說 欸怎麼很奇怪 幾月份才去做檢查 沒多久它又長得很快 對 然後我們就想說 嗯 那你是不是有問醫生怎麼做處理嗎 那醫生就跟你說 欸 那我們是不是去拍個刀 或是說欸 先化驗說那是 良性或惡性 是不類的 然後後來發現 欸是良性 可是 不適合一直留在肚子裡面 對 因為它太大了 真的 對 每個月來會不舒服 對 那你還好嗎 我就是一直都是 跟你一直就 不准 對不舒服 然後不准 你是會痛嗎 對會痛的那種 痛到一定要吃藥 或者打症 痛藥 就是我每天 每個月都會被子痛藥 喔 好麻煩 真的好辛苦喔 被子痛藥 所以男人要多愛女人一點 對啊 對啊 女人真的很辛苦 你現在沒有人講 沒有 我在幫看下所有女人講 男人也要多愛女人一點 所以有人跟你修修嗎 欸 目前沒有 也就是單身 對我單身 單身多久了 喔 好久了喔 好久了 沒有 我這樣子解釋 所以我只要想的話 這真的蠻久的喔 因為妳剛剛要想上一次是什麼時候 那一次是什麼時候 年輕了吧 幾年前啦 對 很久了 所以是一直沒有時間 欸 對 因為我就是一直想 完全買房子啊 嗯 對 可是我們女生這個 在職場上一直很拼命的時候 真的沒有太多的時間去 對 顧自己的身體 沒錯 這個桃花什麼都沒有了 這個時候呢 需要一個三孩生來陪她了 真的嗎 太好了 三孩生擋一下 對啊 因為掛到這個後面呢 然後直接對外面殺氣 那或者是因為有時候風會比較大的話 你可以放一個風濕一點 把它區緩一下 甚至於你可以掛一個天馬騎 好喔 那我們就進去囉 這個也會更冷 真的 都市內大樓林立 而樓與樓之間的空隙 就會形成天斬煞 若是直衝後陽台 就容易影響身體健康 最好在後陽台掛山海鎮來化解喔 好像有三間房間 對 對 所以這間 它這間是什麼 那個是客房 客房 對 可是現在被我們拿來當 就是廚藏的雜屋的空間 只是因為之前 我會睡這裡 那後來就是 有時候媽媽會過來 想說給媽媽睡 喔 媽媽回來這邊 就是陪陪我們 對 看看你啊 對啊 就是會看一下 我想說你應該沒什麼朋友 啊 不是 有啦 有啦 因為在水真的比較遠 大家覺得呢 對 對 要可能兩個月前要預約 會不會來這件事 對 他很緊張 對 而且媽媽會來住啦 現在這個客房就比較可惜 就是開這個大門的時候 靠這個房間呢 就會直通這個房間 代表雖然裡面的人容易不安穩 然後這個房間門也直接穿這個床 對 它整個腳 其實它應該是說下半身 對 對 特別會有些腳的一些疾病啊 或意外血管 或是下半身的問題 都要特別留意 是不是 所以它這個應該用門簾嗎 一定要加個門簾 門簾 不裝潢的話就要加個過膝的門簾 那因為這個是客房 就是媽媽也沒有常常來住 這樣會對媽媽造成影響 其實還是要 對媽媽就不會造成影響 但是還是要加個門簾 是因為打開房間 大門就會看到這房間門 對 代表口舌是非的問題 所以還是要加一個門簾 門簾沒有多少錢 好 而且碎碎啊不透光的 對對對 要過膝喔 過你的膝蓋 好 這樣就可以擋一下 好 那我們就到你的主臥了 好 感覺有真理過 對 姐妹倆運勢關鍵 全看臥房風水是好是壞 我們來看一下呢 2月20號到2月26號呢 十二生巧的周運勢如何 然後運勢呢 只有一顆心呢 就是我們生肖屬豬屬屬羊的朋友 有病福心來入座 所以這個禮拜呢 會有感覺老苦艱辛 然後身體呢 健康運下滑 所以要多著重養生 才可以讓你頭好壯壯 才可以讓你頭好壯壯